接下来咱们来继续来看一下依赖注入 关于这个依赖注入 有如下几个概念 第一个叫做服务 啥叫服务呢 就是说你要获得的那个对象 它就要的服务 比如说我要一个数据库 连接数据库的一个对象 那么这个数据库对象 它就是一个服务 那比如说我要一个操作文件服务器的 那么一个对象 那么那个对象就是服务 就是说所谓的服务 指的就是说你要管这个框架 要的一个对象 它就要给一个服务 那么还有一个过程叫做注册服务 因为这个对象不是凭空而来的 就是说你要这个对象 对象怎么来的呢 在之前你需要先把这个对象 给它注册进去 所以说有一个不叫注册服务 服务注册进去 咱们才能这个拿到这个服务 所以说有个注册服务 这么一个服务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叫做服务的容器 它是负责管理这些注册的服务 就是说你找谁注册呀 是吧 那么这个服务容器 就是负责管理所有这些注册的服务 服务注册进去 谁要用服务 再管服务容器 所以它是一个服务的管理者 注册服务 药服务都管它要 那么还有一个过程叫做查询服务 那么这就是说管这个服务容器 药服务的那些过程 这个查询服务有时候可能是显示的 比如说像这种 服务定位器这种方式 那么咱们就显示的 显示的管它要 那么像那种依赖注册的方式就演示的 我想声明一下 自动给我 那么这就是显示的这种查询服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就是关于对象的生命周期 因为你从这个容器里边 拿出来一个服务 那它本身上它就是一个对象 那么这个对象 你拿过来了 什么时候销毁 那么这指就是这个对象的生命周期 就是说 一种可能是我拿过来用 用完之后啪就销毁了 还有可能是我拿过来用 它不仅会被我用 还会被我和我同样一个范围之内的人 其他人来用 那么这个叫做scope 是在某一个范围内来用 出了这个范围之后 那么它在销毁 还有一种叫做单例 就是说我创建出来这个服务之后 那么所有人在用这个服务的时候 都用这一个对象 所以这种叫顺态 顺态的 那就是到了一个服务 你用完之后它就销毁 一种叫scope的 范围的 就是说在我指定的范围之内 我获取一次 再获取一次 再获取一次 你只要在这个范围之内获取多少次 它都是那个对象 但出了这个范围 你再获取 就是一个新的对象 而这种顺态的 你是获取一次 它给你溜一个新的对象 获取一次 给它溜一个新的对象 那么这个就是说 每次获取都获得一个新的对象 scope的是在这个范围之内 每次获取 都是获取的同一个对象 而单例 singleton 那么只是说 无论谁获取这个服务 拿到的都是同一个对象 OK 所以这就是 根据对象的不同的特点 来决定 我这个对象 是什么样的生命周期 还有这样一个三个概念 说了一些概念 咱们接下来就来看看 在刀带中 咱们怎么来用 这个控制反转 我这写了一些 基本的一些代码 那么这些代码的话 我就没必要去写了 都是属于一些非常简单的接口什么 我再去写话就浪费时间了 首先看一下 我这生命了一个接口 叫做iTestService 那么这个iTestService里面呢 声明了一个属性 这个接口 声明了一个属性叫做Name 就是说名字 那么这个接口没有任何的意义啊 我只是为了演示而已 这个做项目来讲没什么意义 只是为了演示语法而已啊 有一个属性叫做Name 那么在这儿呢 又有一个这个方法 就是C hat 一个属性 一个方法 然后我在这儿有第一个实现类 iTestService的第一实现类 叫做TestService Implication 实现了这个类 很简单 这里边就打一个hat Name 然后又有第二个实现类 TestService Implication 2 它也实现了一个iService iTestService接口 那么它在这儿说的是中文的 你好 我是Name 这个代码我就不写了 我这把它考过来 我们直接去运行就行了 这代码再去写的话就浪费时间了 先错了 这天这个 控制台 OK 这就是这个IOC1 用5.0吧 这代码和什么3.1 5.0 没什么关系 没什么直接关系 所以用哪个都行 我就建一个项目 这个我先拨了 直接把这个项目 这个代码都考过来就算了 OK 给到这里边了 看起来方便点 OK 里边 这一个 这个口 然后 两个实现类 按照咱们正常来用的话 那你肯定是这么去搞 是吧 你什么一个i TestService 这个口 然后new一个 比如new这个实现类 T 这个C hat Name 来个这个 放 T C hat 是吧 这样 这正常的来讲 这就是咱们自己组装 就说 你得知道 有哪一个类 实现了iTestService 我得知道有个类 叫做i 叫做TestService Implication 然后new这样一个类 然后再进行这样一个 这个 调用 那么现在呢 如果用了IOC之后 咱们就 不需要自己去 new这个实现类了 咱们在这 就可以说 不用管这 这个东西 咱们在这写一个 我要这个类 要这样一接口的一个对象 方便就会给到咱们 当然不会平安 无故的给啊 咱们接下来就看看说 咱们怎么样的 来使用这样一个这个IOC容器 怎么来使用呢 在这之前咱们先明白一些概念 有两个概念 就是服务类型 实现类型 那么 服务类型指就是说 别人获得我这个服务的时候 是通过什么类型来获得 实现类型指是说 真正实现这个服务的类到底是什么 那么这两个类型可能相同 也可能不同 那比如说 我可以直接把这个类注册进去 那么实现类和这个服务类型都是它 那么也可以说 我说服务的类型是这个接口 实现类是它 那么也可以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实现类型和这个服务类型不一致 就这个完全看情况 大家尽量采用这种服务类型用接口 这种实现方 但实现类肯定得是类了 服务类型尽量大家用接口 这样的话 这面向接口编程会更加的灵活 在这儿我就 这套课程里边没时间给大家去讲说 面向接口有什么好处了 以后如果有时间的话 给大家去录一录这个 专门的讲这种设计模式的课程 取了设计模式 你会知道说 哇 原来面向接口有这么多的好处 在这儿我就不展开说了 在这儿只给大家一个建议 就是说服务类型尽量的用接口 那么 呃 这是说了服务类型和接口类型 这个服务类型和实现类型 呃 在downet里边 实现控制反转的那个组件的名字 叫做dependency injection dependency injection 它就是依赖注入的意思 咱们知道啊 这个控制反转有两种实验方式 那两种还记不记得 一种叫做服务定位器 一种叫做 呃 依赖注入 服务定位器只是说 我要那个服务 我自己该的service去拿 而依赖注入呢 指的是说 我声明一下说 我要这个服务 人kontest直接给他们复制了 咱们来get service 那个步骤咱们都省了 那么这指是说控制反转 这两种实验方式 呃 服务定位和 呃 这个叫做依赖注入 那么 让在这里边实现控制反转的这个组件 它名字叫做dependency injection 呃 所以说这就是弄得很别扭 是吧 这个dependency injection呢 它也包含了service locator的功能 所以这就整得很迷惑了 是吧 大家知道这点就可以了 所以咱们用的是 但它其实是包含service locator的 理解的意思吧 OK 别把这过程中 概念弄混啊 其实弄混也无所谓 这个概念 啥都不是 那接下来咱们怎么来看看 在donet里边怎么来用这个 这个反转 首先咱们需要先安装这个 依赖反转的这个 因为它 因为donet 现在新的donet里边 组件不是像以前donet for work一样了 把所有的这个组件全都内置到donetfor work里边 一下donetfor work几百兆几个G 也太恐怖了 现在咱们donet 新的donet都是 这个只包含最核心的那些库 其他的库咱们全通过new get的安装 所以咱们呢 先这个通过这种方式 通过这个new get来安装这个包 然后就可以using这个namespace 来使用这个 这个dependency injection了 咱们后边就简称DI了啊 DI这个组件里边最核心的两个类 一个叫做service collection 它是用来构造容器对象 构造容器对象的这么一个东西 就是说你要把所有 构色到容器里边的一个对象 先扔到这个里边 先扔到service collection collection一看它是个集合 对不对 所有的对象往这里边扔 扔完了之后 根据它会用这个service collection的build service build service provider这个方法 创建出一个service provider 对象了 然后通过这个service provider对象 咱们再来获取对象 所以说大体步骤就是 咱们把这个服务注册到它里边 然后呢 注册的这个服务 注册完了服务之后 再调用build service provider 创建这么一个对象 然后咱们再管这个service provider 要服务 这么一个过程 OK 所以这就是 注册 然后创建provider 再管provider 要对象 OK 东西比较复杂啊 然后怎么来看看 怎么来这个来实现这个过程 我先把这个代码啊 给大家大体先过一遍 咱们再自己去手写 首先先安装这个nougat包 然后再using 然后接下来呢 咱们先创建一个service collection对象 这儿必须得new了 不new不行 然后的话呢 add transit 咱们 你在这儿 你在注意在这儿 咱们现在好像没有那个接口 没有任何的联系呢 现在这是最 简单的使用方式 咱们一步一步再来深入 目前为止和这个接口还没有什么关系呢 我创建一个顺态的 注册一个顺态的一个服务 这个服务的类型和服务的这个实现类型 服务的接口类型和服务的实现类型 都是test service implication OK 那么 注册进去 然后接下来 build service provider 创建一个service provider对象 在这儿就把它注册进来的所有的服务 根据注册所有的服务来 创建一个service provider对象 那么service provider实现了i-disposeable接口 所以说在这儿需要using来进行那个资源的管理 那的话出了这个using的范围之后 它的对象就会被dispose掉 然后接下来 关键的一步来了 在这儿咱们调用service provider的get service方法 那么在这儿通过范形的形式说 我要哪一个服务 我这样说我要test service implement 这样一个对象 说刚刚英文说 supportimplication 是implement 获取这个test service implement这样一个对象 这样一个服务 在这儿我就拿到这个服务的这个对象了 在这儿呢 再给这个对象复制 在这儿再给他 帮他的这个成员的方法 那么也就是说在这儿 这个就是一种叫做服务定位器的用法 因为还是说get service 说我要那个对象 我要那个对象 然后他再给咱们这个对象 照照照用了get service之后 他就会给咱们一个 这个test service imp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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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个对象 咱们就可以用这个对象了 咱们来试验一下 这个我的名字我也记不住 我这把他考过来了 首先我这个项目啊 先安装这个newget包 install backage 先装那个包 先装那个包 然后呢 再using using 然后呢 在这儿 先咱们创建一个 创建 我把这儿拉大点 把字体放大点吧 大家看起来清晰点 service collection 这么一个对象 它其实就是一个集合 咱们可以转到定义 看一看 它就是这么一个集合 只不过比较特殊的一个集合 它实现了这个svs collection 这么一个接口 OK 但这个接口 它实现的还都是一堆 list collection 这样一堆接口 所以本身这个类 没什么特别的 它本身没有提供 什么复杂的功能 咱们把这个服务呢 你看 add 那这儿有 service add scoped 是吧 添加 范围的一个对象 添加单力的一个服务 它添加这个顺态的服务 是吧 咱们先用那种顺态的这种服务 咱们在这儿先注册这个 直接注册这个实现类 和接口没啥关系 也这么来写 然后咱们在service build service provider 在这创建出来一个service provider对象 我先把这个类对象的名字 我给它写全了 service provider 就简单写成sp吧 所以这个service provider 它是实现了这个add disposable接口的 所以说咱们一定注意using 不using的话 就会有资源泄露的这个问题 OK 然后在这儿 sp get service 然后在这儿传进来说 我要这个服务对象 这样的话 这个service provider 就会把这个对象给到咱们 咱们就可以这个 放上它了 实现一下 是吧 可以了吧 所以这就是咱们这样一个 创建一个 承放集合的 承放服务的这么一个集合 然后往里边添加一个服务 现在只有一个服务 然后的话呢 在从这个在创建一个service provider对象 它其实是相当于一个service locator 是吧 咱们这里边的这个service provider 就相当于一个service locator 是吧 服务 定位器 然后呢 接下来咱们管服务定位器 要一个服务 咱们就可以拿到这个对象 然后就可以这个执行 是吧 那么这就是整个基本的一个过程 有人说了 我靠 我这本来 一行代码给我搞定的事情 你给我搞了 一行代码 这就属于是不是 凭代码行数拿工资就是好 代码行数多写一点的工资就高啊 目前来讲 看确实属于闲的蛋疼 是吧 目前来讲 看确实是有点这个 闲的蛋疼 来一行代码 一个6就可以搞定 哇 搞那么多代码了 有啥意义 目前来讲 看起来没有任何的意义 那么 下边 就跟着我后续的课程 咱们一点一点的来看这个 依赖注入有什么特点 慢慢这个美女 依赖注入 这个美女脸上的面纱 越来越揭开 你会感觉 哇 依赖注入真的扭 现在是感觉实在是显得扯 那么就像这个面向对象一样 刚开始大家学面向对象的时候 可能会说 找什么 这个继承啊 封装啊 什么东西有啥意义啊 不是扯吗 后来随着你对于面向对象 应用的越来越广 你才会知道 这玩意它有多炫 包括说这个 这个反射也是如此 我以前讲课给大家去讲反射 讲到的时候 我还有什么用啊 我本来一个new就可以搞定你 刚刚刚一都搞一大堆东西 搞了二号代码 最后我一个new就搞定 你有什么意义 最后后续你比如说学到这个什么 SV刚才靠 MEC啊 什么这个 你也知道 你的 你那时候我为什么那么 那么神奇 什么 EF SV刚才 MEC靠 他为什么那么神奇 那就是因为这些你刚学的时候看起来单层的那个 这个 反射 一样 慢慢你才能够体会它的美 所以说 依赖注入 这个控制防转的美 后边我带大家慢慢的来揭开 这几课就到这 我们下几课再见 拜拜 拜拜